一艘天王星高速客輪 發出轟轟轟的引擎聲 逐漸向後行駛 但仔細看 船尾竟不斷冒出 濃濃黑夜 窜上天際 岸邊的民眾看到目瞪口呆 以為整艘船燒了起來 你先確認他有沒有聽清楚 船尾持續冒出濃煙 打橫停在港區 船上人員連忙拉出審索 想要讓船趕快靠岸 卻無能為力 而船上還有147名遊客 和8名船員受困當中 最後無奈只好求救 另一艘凱旋一號客輪緊急救援 凱旋要再拖他了 雲鳴江繩索綁上受困的 天王星高速客輪 一邊開一邊慢慢拖回岸邊 過程中船尾的黑煙越冒越多 但好斷斷的輪船 到底怎麼回事 27號上午10點 這艘天王星高速客輪 原定要從玉島開回台東 疑似因為機械故障 失去動力 中途卡在航道上動彈不得 還飄到潛水處差點擱淺 最後也隨機派出凱旋一號 即刻救援 成功將船上的旅客全數疏散 不是擱淺的問題 因為船隻打痕的時候 船頭因為像是退潮水會加低 那有一點觸地 但是沒有擱淺卡住 還是拖得動 但船體冒出黑煙 已經不是第一次 同樣在今年5月 也曾端出黑煙過 讓不少民眾都嚇壞 這回又發生類似的故障意外 也讓相關單位 繃緊神經 要釐清船隻故障原因 記者 許一路 許一方 台東報導